那时候在三亚见到了刘佳玲姐姐 咱俩还聊得挺开心 结果回去我给她发了个信息 说姐新年快乐 对方已不是你的好友 前两天我有个朋友就见到了佳玲姐 就把这事跟她说了 佳玲姐说哈哈哈哈我换微信了 近日刘佳玲受访时 回应删除Andra Baby微信好友仪式 表示自己因为更换账号 有很多原来的好友都忘记添加 佳玲姐称 事后她在上海与Baby的经纪人相遇 对方也马上把Baby的微信重新推给了她 并对Baby等忘记通知的好友表达歉意 这个真的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然后后来换了一个大陆的手机 重新要设定一个号码 又在上海碰到她的经纪人 她说你是不是把Baby的那个微信给删了 我说没有 只是我换了一个号码 然后我们她马上又推给我了